事實上如果把肌肉切開來 它裡面也有一束一束的末 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藉由意識能夠讓我們的筋膜 對我們的身體達到很棒的支撐功用 來保護脊椎 所以它有點像是禮物的包裝紙 事實上這個包裝紙 比裡面的那個禮物還要更重要 可是我們忽略了它喔 一開始我先介紹一下筋膜是什麼 那它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脊椎有哪些的功能 一般的肌肉可能是白色的 你去買深的牛腱 有沒有看過牛腱肉外面有白白的薄膜 那其實就是筋膜 有吃過乾淋嗎 剛連肉外面不是有那個筋咬起來韌韌的 它就是筋膜 只是那是一種內臟筋膜 所以比較致密一點 所以比較難咬 其實骨頭的邊緣也有 骨末啦 漸末啦 都是在骨頭的邊緣 然後這中間都是像一個一個的隔間 這樣知道嗎 我們一個人有運動 它看起來的外貌 就是好像很fit 然後看起來就好看 那我們是怎麼來決定我們的體型 其實跟筋膜有關 你把葡萄柚 任何一個柑橘類的橘子切開 橫切可以看到那個一半一半的膜 對不對 事實上你把一粒一粒的果粒 它其實也是有膜 而所有的膜都是連接在一起的 在肌腱的漸末接著出來之後 就會有肌肉 所以肌肉有肌外膜 有肌素膜 然後那裡面一粟一粒的肌肉 又有肌內膜 肌鮮為膜 所以它所有的膜是3D的 全身就是一個筋膜的網絡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 你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畫面 事實上如果把肌肉切開來 它裡面也有一粟一粟的膜 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藉由意識 能夠讓我們的肌膜 對我們的身體 達到很棒的支撐功用 來保護脊椎 所以我們現在對肌膜有了解 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迷人的筋膜 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要抽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罗伯特斯莱普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工作坊当中 他给我们这些同学 他们在研究这些筋膜 都有发现到 筋膜有很多致密的结构 在过去在解剖学里面 都是把这些东西丢在旁边 就跟脂肪啦 筋膜 因为我要看 比如说我要看肝 我就切开来看肝 包在肝外面那个膜 就丢掉了 所以它有点像是 包装筋美的礼物的包装纸 事实上这个包装纸 比里面的那个礼物 还要更重要 可是我们忽略了它 筋膜有很多的基本功能 其实形塑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所以你看起来 能不能像是一个 有活力 或能够延缓老化的人 跟你的筋膜有没有 很好的训练 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能够 让我们有很好的动作 所以呢 其实你看到跑酷 你们知道吗 他们都是最会 使用筋膜的人 最会使用筋膜的人 还有李小龙 他可以用一个寸镜 然后就可以把一个板子打破 他也是用全身筋膜的弹性 还有忍者 你看到跳个窗户 着地一点声音都没有 拐个滚 充满了弹性 落地极坦的那种力量 全部都是筋膜的力量 我们以前练武术 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甩的 劈的 挥的 全部都不是单一肌肉 全部都是筋膜的动作 好 来 再来 它可以接受刺激 跟讯息的 接受跟传送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 有非常多的感觉接受器 那些感觉接受器呢 如果它是不敏锐的 没有被活化的 你的疼痛讯号就会被放大 那如果是很敏锐 很活化的呢 那你就有很多讯号的回馈 那你的资讯就会很正常 然后也是一个新陈代谢 液体诉讼跟公益养分 我为什么要讲到那么多呢 因为它的重要性 是我们待会会提到的 少了筋膜 肌肉一无是处 每一个肌肉就会变成一盘 散开了知道吗 你没有筋膜把它束在一起 它就散开了 然后呢 筋膜的感应数字 远超过肌肉里面 感应器的数字 也就是我们的筋膜 全身的筋膜竟然有高达 一亿个感觉受气 身体的动作知识 张力压力讯号 会透过筋膜传送 再来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 所以啊 拥抱 为什么你会觉得 有被安慰的感觉 其实你的皮肤 你的筋膜都在感觉 OK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 这样好吗 OK 然后这个游戏呢 好像是在玩推手 来这位贵宾帮个忙好吗 请你用眼睛 follow我的手的位置 大家观察一下 而且要跟上我手的位置 比如说这样 跟上来 对好 这样可以吗 这样 OK 然后我慢慢会加快的速度 它跟不上 会有点跟不上 对不对 好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 我们用看的 用视觉的讯号给我回归 我不见得跟得上 可是如果我们轻轻碰触呢 这时候我们身体不只是皮肤 皮肤下面的筋膜有感觉了 所以我的意图 是很容易被跟得上的 你甚至于闭上眼睛 根本用不着看我 你就可以感受到 然后我们要协助彼此去感觉 这件事情 好吗 然后再交换 来换我跟你 对 所以我就算 我要非常专心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预测 它接下来的位置 如果touch到了 来 对 我会跟着你 而且你可以往前往后 去 前后不是一个平面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去感受 到底我是怎么跟上它的 我可以很分心 可是我可以非常的 follow得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感谢您 谢谢 先不要碰到 你去感觉一下 先感觉一下 好 如果碰到了 是怎么感觉 好 身体可以上下活动一下 可以蹲下来 可以身体可以动一动 对 好 来交换 来交换 交换一下 交换 好 给你跟你的伙伴掌声鼓励 谢谢 来请坐 请坐 请坐 想知道 中国人的武术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门派 叫做太极门派 对不对 他们在练习的是一种 身体的膨胀意识 他们练习是待会儿我会讲到的 张拉整体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太极还没玩好 来 智勋可以帮个忙吗 好不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我的国家级教练 我的师弟 我们来玩一下推手 一点点来手碰到就好 我没有跟他套好 待会儿呢 我们稍微有点半蹲 请你按照你的方式 立面画园 对 横的画园或者立的画园 两个人之间只能有 0.01公斤的力量 不可以让对方跟你分开 可是现在是他主导 你随便移动你的手 我可以 我必须跟着他 我必须跟着他 来我们立圆 我也可以这样立 然后0.1公斤的力量 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 不是只有手touch 你的手腕 手腕也在跟着做出活动 我们去感受一下 那种很微妙的感觉 两个人之间 谢谢你 谢谢 掌声鼓励 两个人之间不分开 0.01公斤 大概是10公克 10公克 我们就10公克的力量 怕touch皮脂的身体 你在活动的时候 全身也跟着晃动 然后你可以发现到 你不会跟对方分开 你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 我带来解释 来 开始来 用手背 用手背 接触一下 你可以画圆圈 立着圆 平的圆 斜的圆 都可以 好 给你跟你的伙伴 掌声鼓励 谢谢 来 请坐 请坐 在太极拳的世界里面 只要一接触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 我曾经参加过推手比赛 我只要一接触 我就知道我输了 这样知道吗 还没开始动 你就很清楚知道你输了 这样知道吗 他只要意念一动 我就马上感觉到 这样知道吗 他的肌肉没有动 可是筋膜已经产生了 一种很微妙的 你的感受很明显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如果今天要讲到一个名词 叫张拉整体 我是非常非常有体会来讲这个主题的 感谢观看